7月22日台湾历史上的今日 1977年哲学大师方东美海藏金门 1991年两大陆渔船打劫遭制服压返台中港 1994年我与布吉纳法所签署联合公报 1998年李总统明确拒绝一国两制 2000年谢长廷接任民进党主席 2000年嘉义巴掌戏山洪爆发四工人被冲走 2002年台港首行港龙盛大庆祝 2002年大陆舞蹈团立愿交流 2003年乱写肖亚轩一周刊判培 你还记得历史上的今天还发生过什么事吗